红莺 你给我出来 依莺 周爸爸 你个狐狸精 我女儿的婚事 就被你给搅和了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应该把你掐死了 你不能打我 你凭什么打我的女儿 你会不会太过分的你 红莺可是我一手带大的 我为什么不能打她 再说了 抢我女儿的男朋友 搞得我女儿的婚礼 你都办不成 不能打妈 当着亲生母亲的面 你就敢对她这么不客气 那我们家红莺从小到大 肯定吃了不少苦 我替她教训你 你打你 妈 妈 算了 大妈也是养育过我的 算了 看看 看看 你就是个白眼狼 这以前妈呀 妈呀 叫得多亲切 转眼就变成大妈了 你这个没脸下性的用心 我今天就要收拾收拾你 闹口了没有 好了 婚礼是我绞的 有什么事冲我来 以后谁敢碰我妻女一笑 我就对她们不客气 红莺 你们也抚养了那么多年 以后我自然会给你们经济补偿 从今以后 红莺跟你们家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请你们不要再用以前那副随炼 来对待我女儿 玉田 对不住 对不住啊 都是我家教不言 你都包含婚礼的事 没事 从今以后 咱们谁也别提这件事了 谁说没事的 好端端的婚礼都被你给搅活了 侯英 我告诉你 就算你现在姓了白 成了千金大小姐 你要是再缠着仲林歌的话 我绝对跟你没完 你给我闭嘴 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个名字 今天 是我白家办丧事 刚刚才送走了一对狗男女 你们现在又来听乱事吧 大军 送客 玉田兄 我们可是前来吊咽的 不需要了 你们请回吧 你们不要再闹了 老董事长也不愿意再见到你们 你们还是回去吧 走吧 你们给我等着 告诉你我没完 玉玲 妈 你没事吧 走开了 妈 来 走 没事吧 真是人生无常 老白就这么走了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所以说 还是身体健康最重要 是啊 是啊 他这也是因为 长期念子心切 积劳成疾啊 是啊 您说 红莺跟众龄是不是特别坎坷 他们两个人 好不容易经历这么多波折 才走在一起 现在又因为两方家长的关系 不能来往 你说这是什么事啊这 偏偏我们又帮不上什么忙 雪莎娘 我这心里闷得慌 前面有个小茶馆 要不你陪我去坐坐吧 好不好 来 走啊 好 熊熊 狗 狗 狗狗 妈妈 熊熊 妈妈 狗 狗 祈求 好好好 祈求 我来 我来 别让我来 我来 狗狗 祈求 我来 我真有灵解 狗狗 狗狗 这是熊要的 来 来 来 狗狗 祈求 来 来 来 我来 狗狗 祈求 永和 难道你忘了 这二十多年来 我是怎么过的吗 还有你 他们把你的脸 摧残成这 都是那对狗男女 这一笔一笔的杖 就算把他们随时挽端 也难受我心痛之痕 所以 我绝对不允许 我的女儿跟他们的孩子 在一起 你说的我都知道 我心里的怨和痛 也不会比你少 那就是我们经历过 那样的生离死别 我们才不能让 红莺他们重蹈覆辙啊 玉天 难道你不希望 红莺得到幸福吗 红莺如果真的跟她在一起 她不但不会幸福 她只会有无尽的仇恨 无尽的痛苦 所以我绝对不会允许 你 你怎么这么这么高 怎么回事 过来 比熊熊还要高 我把你拉下来 拉 拉下来 拉下来 小狗狗 熊熊 熊熊 小心有车 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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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车 小心啊 熊熊 熊熊 疼死啦 这就什么事啊 我都说了不来吧 救你非要来 这下好了 看看被人赶出来了吧 这白玉天还不知道 给多少山羊费 白生我跟你讲啊 少了可不行 这红莺这几年 尽给我添毒 每个几十万 我可不一 妈 红莺本来就跟我们 不是一家人 你看看她那个青妈 长得跟巴黎圣母院的 卡西摩都似的 你放心吧 这口气 我绝对帮你出 嗯 还是我亲生女儿好 疼死啦 疼死啦 哥哥 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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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 慢慢 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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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样 你没事吧 熊熊 熊 没事就好 你没事吧 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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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 妈妈妈了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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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熊熊 仲林 妈妈 熊熊熊 谢谢 alt 谢谢婆婆 仲林 不好意思 熊熊调皮 都是我没有照顾好 才害你受的伤 阿姨 我没事 还好没撞到熊熊 要不然就麻烦了 妈 妈妈 哥哥气球 气球 气球 不见了 你还说 都是因为你淘气 还仲林哥哥受伤了 以后不许玩气球了 为什么 我就要气球 气球 气球 你还说 你让仲林哥哥受伤了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去看看 是帅哥哥 对不起 熊熊 是个坏孩子 熊熊 以后再也不 不玩气球了 对不起 熊熊 我没事 不过你以后 一定要小心点 知道吗 妈 妈妈 你 你打熊熊吧 罚我 熊 熊熊 错了 熊熊不是个 好好孩子 熊熊 熊熊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阿姨 看在熊熊这么懂事的份上 就别怪他了 熊熊 下次我买个气球 跟你玩好不好 好 那我们拉勾勾 这样子才算数 好 拉勾勾 阿姨 阿姨 婆婆 阿姨 婆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过来 众琳 婆婆 你有事 众琳啊 你 阿姨 阿姨 你跟红莹的事 我都听说了 但是我帮不上什么忙 但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 我特别愿意看到 你们两个在一起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别灰心 打起精神来啊 婆婆 您放心 我们会努力的 我和红莹这么相爱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 化解上一代的恩怨的 好好 我支持你们 众琳啊 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不瞒您说 我现在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 我妈要我搬过去跟他们住 但我不愿意 所以我得在外面租个房子 我待会儿在附近找找逛逛 看有没有合适的 众琳啊 你跟婆婆来一下 来 快进来 这儿 众琳啊 你看看这间房间 原来这间房间是红莹住的 她现在搬回去了 所以空着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你就先将就着住在这儿吧 我怎么会嫌弃呢 更何况这是红莹住过的 林婆婆 真的很谢谢您 这孩子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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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哥 要是住在这里的话 可以每天都跟熊熊玩了 熊熊 你就知道玩 你们先回家 我去停车去 看啊 谁啊 总经理打的 总经理 您好 喂 总经理您好 他让我马上到公司去一趟 这样吧 你们先回家吧 我马上去公司 好不好吧 走 这家人呢 就等于是第二次投胎 你可要看好了再加 别像你妈我似的啊 撞回你爸 你看看 到现在还是小职员一个 妈 都什么年代了 能跟我们现在比吗 走吧 你干了这么久 难道不知道白狐企业的合同 对我们公司的重要性吗 不会吧 那就白了 你干了什么好事 白玉天一上班 就跟我们同志拒绝续缘合同 你说话呀 对不起 总经理 怎么办 这还有一大家子是要养啊 这个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从今天开始 你不用干了 我说了 好 什么 密閉公司開了 爸 你都做什么了 你在公司干了那么长时间 他们凭什么看你啊 我做什么 还不是因为今天 你们在白家这么一闹 雨天直接把他们公司的订单 给撤了 白湖公司的订单 占我们公司订单的六成呢 那总经理能不让我走人吗 明明是他们 叫获了运会的婚礼 我们去找他们理论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你还有理了 这都说死者为大 人家在办丧事呢 你们可倒好 这同闹 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 也是我们理亏 这 你丢了工作 还帮人家说话 怪不得你这辈子总被人欺负呢 要不是你们在白家犯魂 我能有今天吗 爱住本身 你这是在怪我吧 不是啊 老婆你不是也说过吗 今非昔比了 这仲灵不姓白了 可你别忘了 红莺她也不姓周了 还敢念那个老虎须子 搞了半天 你在这拐弯抹角地 骂我笨是吧 周本身 你自己丢了工作 还回来怪老婆 你可真有出息啊你 我这不是在跟你讲道理吗 讲什么道理啊 喂 玉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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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话我要挂了 白红衣 你别以为你当了公主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告诉你 甭想 如果你打电话来是为了骂人 那我不奉陪 爸的工作丢了 什么 爸的工作丢了 还不都是因为你 有了亲爸就忘了养父 今天你挨了妈一顿骂 回去就让你爸 把四海企业订单给抽了 真做得出来啊你 我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啊 大千金 少装了 亏我爸平时那么护着你 你却这么报答他 人家都五十几岁的人了 现在下了岗 我们没你这种身家 还得记得头破血流地 去找工作 这让你开心了 玉慧 我真的不知道 你替我跟爸说一声 我会尽快找董事长谈的 去找你爸怎么对付我们吗 少来 不必了 我警告你 白红衣 你会有报应的 这不是警告 这是预告 我 我 我 爸 你有空吗 红颜 有事吗 来 坐坐坐 红颜 找我什么事啊 爸 你是不是 抽掉了四海企业的订单 周爸爸因为这件事被开除了 爸 你能不能高抬贵手 恢复四海企业的订单啊 爸爸刚刚接任了董事长这个位置 公司的董事 股东 还有其他员工都在盯着我 他们在看这个新的董事长 究竟有没有能力和魄力 来领导他们 今天啊 周白身妻女这么一闹 如果我没有一点表示的话 这样对我 对公司都是不利的 我们那么大一个企业 如果一个领导失去微信的话 这样肯定会造成混乱 况且现在 徐永泰还在后面虎视眈眈的 可是 周爸爸一直都对我很好 又对我有养育之恩 这么做 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他呀 今天人那么多 我也没再问 那个打你的杨母 平常就这样对你吗 你妈跟我提过 一些关于你在周家的事情 我知道以后很不知滋味 我还没去找他们算账呢 他们居然还上门来 载我们白家撒业 如果我不给他们点教训的话 你让我怎么说得过去啊 你让我说得过去 不管多少委屈 我都熬过来了 再说 我们现在一家团聚 我真的不想怨他们 红颜 你别好了伤疤 就忘了痛 爸爸 这二十多年来 也对你不闻不问 让你受了很多苦 很多罪 也受了很多委屈啊 爸爸心里 真是过意不屈 不过你放心 百申对你有恩 我以后 一定会想办法 给他补偿的 爸 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明天呢 我们还有一场硬仗 白狐要有新的气象 很多地方都要靠你了 红颜啊 爸爸希望 你能把全部的心思 都放在工作上面 你明白吗 好了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去睡吧 嗯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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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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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爸 有必要搞得这么隆重吗 这叫排长 你爷爷以前也这样训练我们的 以后习惯就好了 走吧 董事长 各部门总监会议安排在上午九点半 十二点呢是董事们聚餐 下午两点是各工会代表聚餐 然后下午五点是访工会代表有约 通知各部门 部门总监的会议改到十点 好的 伯爷 红莹跟我来办个事 是 董事长 看到没有 我跟你说啊 红莹绝对是如假包换的豪门千金 哥就没看走眼过 下猫带着死耗子 这回给你蒙着了吧 现在的小丸子加上杨伯彦 徐仲林两大门神不好对付 不 不过哥想越挤打怪的话 兄弟一定支持你 不是 什么支持我 你说什么 我承认我长得是帅 但是呢 你说别人都想炮我 那不是我的事 但是我保证对你绝无二心 行了 这每个人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我也有我的白马王子啊 对对 我找我白马王子去了 什么白马王子 要你管 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 是 不是小本门怎么回事啊 给我说清楚啊 伯彦 伯彦 我看了公司的人事 我跟红英的看法是一致的 公司需要壮大 必须要从人事方面 做出一些调整 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看看你的意见 这是公司最新的人事调动 你先看看 设计部总监 伯彦 恭喜你身为总监 董事长 谢谢您对我的厚爱 可是我呢 刚到白虎企业还不到一年 论资历 我还需要再历练历练 伯彦 你就别推辞了 我跟你认识那么久 又和你共事一年 你的能力我还不清楚吗 董事长 论能力 我觉得公司总监一职 由白红英担任更加合适 她的所作所为 公司全体员工都有目共睹 伯彦 你就别谦虚了 你的能力和资历 我又不是不清楚 再说了 其他员工 也不会有任何意见啊 伯彦 我刚接任董事长 正是用人至极 红英啊 跟我说了很多 关于你的事情 我觉得 你是一个有能力 而且值得信赖的人 所以才为以重任的 再说了 你照顾红英那么多年 红英一直没好好谢谢你 难道你要辜负 红英的好意吗 可是董事长 你就别推辞了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公司的大局着想啊 好 董事长 既然这样 那我就确置不公了 伯彦 我真的很开心 你能帮我忙 那以后就麻烦你了 杨总监 谢谢董事长对我的信任 以后啊 我一定加倍努力 好了好了 大家先放下手头的工作 我来给大家宣布一下 来 什么事啊 从今天开始呢 伯彦就成为我们的新总监了 新总监 谢谢 谢谢 苟父贵物相望 杨总监升职可是大事 要请客啊 对对 请客 好好好 我请 不过呢 各位 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 按时完成我们的工作任务 只要我们拿出 吃饭的劲儿来工作 我每个月请都行 有的是一切好谈 赫本 你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伯彦啊 你应该好好 敲他竹杠才对啊 敲竹 好啊 这董事长千金可发话了 红英 我平时待你可不保吧 你现在成了白家 真正的接班人 以后也要照顾我一点啊 也要让我们的设计部 普天同庆 对啊 对啊 好了好了 大家还是同事 不要因为身份的不同 而跟以前有所差异 不会不会 不会 看 还是我们的白家千金 没有架子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呢 周玉慧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今天为什么这么晚来上班 我几点来 关你什么事 玉慧 你来晚了还不知道吧 伯彦现在是我们的总监 设计部老大 你来晚了 当然关他的事了 你跟我们设计部老大不对付 我看以后有你麻烦了 设计部老大又怎么样 设计部老大又怎么样 我今天来 是办离职的 我离开公司了 你还管得着吗 玉慧 你要辞职 怎么 听到这个话 你是不是很高兴啊 虽然我很想留下来 跟你一较高低 但是 你们把我的众龄哥 给赶走了 我留下来还有什么意思 等一下 周玉慧 你想辞职的话 没有人会拦着你 但是我警告你 你要是胆敢拿白狐企业的 一飞一毫的话 我告诉你 我就告你盗窃罪 很好啊 新官上任三把火 对不起 我不吃你这套 你杨伯彦 只不过是白家的 一条狗而已 我懒得理你们 红莺 别生气 跟这种人 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他为什么辞职 大家心里面都明白 周玉慧为什么要辞职 因为他现在没有靠山了 他怕报复 简直是不可理喻 好了 别再生气了 他都已经走了 好了好了 没事了 大家赶紧工作吧 对了 今天中午聚餐 我请客 好 好 真的啊 谢谢总监 谢谢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一回来就躺下 工作找怎么样 哎 现在经济萧条 刚从人才市场回来 半个工作都没找到 没找着你还悠哉悠哉躺沙发上啊 我跑了一天了 累死了 你让我歇会儿吧 家里随时都要用钱 哪有你歇会儿的功夫啊 没那么夸张吧 再说也不差那几分钟啊 好工作不等人 瞧你那温吞烟 工作早被人抢了 烦 烦死了 你干什么去啊 喝水 没工作就没薪水 你还喝水 喝西北风吧你 你又干什么 还有心情看报纸 看报纸找工作啊 报纸上能有什么好工作呀 那你说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让我怎么办哪 一家三口天天都要吃饭 你不许赚钱 叫我们娘俩喝西北风啊 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找工作去起来 行了 快这块去 烦人 好了 我这就去给你找工作 行了吧 这工作我不是不想找啊 这大半辈子 月月工资上交 都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 outset 月月工资 月工资 月工资 爸爸 对不起啊 我爸他做事比较硬 害得你失去工作 我真的很内疚 没事 没事 红莹啊 你别往心里去 工作再找就是了 再说了 你养母跟你妹妹 在老董事长灵前 闹得也太不像话了 这我也有责任哪 苦了你了 爸 没办法 谁让我跟他们是一家人哪 对了 爸 这个 是我爸让我给你的东西 这么多钱啊 周爸爸 你养育我这么多年 就算我每天喝粥吃青菜 这二十几年 你对我也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所以我就跟我爸商量 想对你做出一些补偿 你要这么说 我内心就更感到惭愧了 这么多年来 你妈 不 你养母脾气不好 你妹妹玉慧 心眼又小 你在这个家常被他们欺负 我作为养父 不能好好地保护你 你知道我有多么地心疼吗 我一直都没能照顾好你 这些钱我手之有愧 这些钱我手之有愧 我不能要 好 这个 是我爸让我给你的东西 这么多钱啊 周爸爸 你养育我这么多年 就算我每天喝粥吃青菜 这二十几年 你对我也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所以我就跟我爸商量 想对你做出一些补偿 你要这么说 我内心就更感到惭愧了 这么多年来 你妈 不 你养母脾气不好 你妹妹玉慧心眼又小 你在这个家常被他们欺负 我作为养父 不能好好地保护你 你知道我有多么地心疼吗 我一直都没能照顾好你 这些钱我手之有愧 我不能要 爸 如果不是您领养我 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这些钱你还是收下吧 我这个人可是有骨气的 不该拿的钱 我一分都不会要的 红莺啊 你别看你养母经常欺负我 我那是让着她 不想跟她吵 不想跟她吵 夫妻嘛 有一方强势就行了 要是两方都强啊 这婚姻哪 就维持不下去了 婚姻啊 你的心意我领啊 这钱你还是拿回去吧 爸 您就别再跟我客气了 您现在也没有工作 这些钱可以拿来生活 不行不行 我说不要就不要 红莺啊 这件事情 最好不要让您养母和妹妹知道 好吗 这 那好吧 爸 这个暂时先放我这儿 如果以后您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我说 红莺啊 你跟仲林的事怎么样了 我爸非常反对 可能是 心里对郑平阿姨还有气 一直都不肯原谅他们 我跟仲林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其实在我内心 是很祝福你和仲林的 可玉慧这孩子 偏偏也喜欢仲林 我作为玉慧的父亲 真是很为难哪 不过啊 感情的事是勉强不来的 以后你们谁能和仲林在一起 就看造化了 我这个做父亲的 也是无能为力 预祝我们宝顶服饰设计公司 正式成立 残缘广进大展宏图 徐叔叔 宝顶服装 这个名字取得可真好 这间公司呢 是我给你平阿姨的 以后呢 要留给仲林 当然你们结婚以后 就是你的了 徐叔叔 平阿姨 我们一定会打败白狐 称霸服装界的 就算白雨天 掌握了白狐又怎样呢 我在白狐干了三十多年 他失忆的那段时间 我在白狐加班加点 凭他的经验 怎么比得过我呢 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他逼上死路的 玉慧啊 虽然公司 目前只有我们三个人 但是你要相信你徐叔叔 再过不久 我们公司就会壮大的 足以跟白狐相抗衡 平阿姨 你放心吧 如果我不相信你们的话 我不会放弃白狐的工作 来投靠你们了 对了 仲林哥来了吗 这孩子 我打了几十次电话给他 他都不肯接 简直快把我给气死了 好 我打了几十次电话 小秀啊 来 仲林啊 在这儿住得惯吗 住得惯 住得惯 婆婆 别看我曾经是个大少爷 就认为我娇生惯养的 其实我以前呢 在阿尔卑斯山爬过山 在尼泊尔徒不行走过 而且常常夜宿深山里 我不是那种吃不了苦的人 好 好 帅 帅哥哥 阿尔卑斯 不是糖吗 我喜欢吃草莓味的 仲林啊 你跟红莺怎么样 和好了没有 我想白家的骨子里头 都有固执的血脉吗 白爷爷是 红莺是 白叔叔更是 这个白宇天啊 他的个性比老白还要硬 我看想要他 答应你跟红莺交往 还有的好 帅哥哥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 因为是我妈打电话给我 我跟他吵架了 所以我不想接他的电话 所以我不想接他的电话 仲林啊 我知道你还在生他的气 可不管怎么说 他是你的妈妈 有什么不可以好好沟通的呢 要真能好好沟通的话 也不会到这个地步了 算了 不说这个了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你要是就这么跟红莺分开了 我还真是觉得满遗憾的 婆婆您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我虽然被叔叔赶出公司 但我会想办法再回去的 因为只有这样 我跟红莺才有机会 你现在已经被赶出公司了 有什么办法能够再回去呢 仲林啊 等一下呢 我要到公司去调一些染料 要不我就趁这个机会 替你去探探路子 好 阿姨 谢谢您 麻烦您了 小事一桩 各位 今天是我正式担任 董事长的第一周 所以呢 前期 我已经把公司集团的人事 调动了一下 这次人事的调动 表示我对白虎集团 改革创新 走向国界的决心 绝不会比老董事长小 所以呢 我希望借助各位的专业 让我们公司继续壮大 下面有请我们设计部的杨总监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下一季产品的进度 是 董事长 各位 我们上一季产品主要以暗色为基调 走的是素雅低调的风格 没想到推出市场以后大获好评 所以 这一次我们的产品 也是以素雅为基调 跟上一季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呢 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 我们加入了一些亮色做点缀 这是为了在市场当中占领先机 接下来 来 我就详细地介绍一下 产品设计内容 你说要建一间专属的染房温室 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培育染房的助手 让他们从种植染料植物开始 学习作业 这样对白虎企业 在染质料技术的发展上 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怎么了你 这个会议开了我四个多小时 我累得简直要吐血了 我要申请工商赔偿 我就说啊 你怪不得一辈子 当小职员呢你 你这点苦都吃不了啊 你看看我 就是啊 还是我们家小珊珊最棒了 对对对 都像你们这样 在开会的时候 睡四个小时 我也能生龙活活 你说什么呢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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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找我 是谁啊 没有谁 这没有谁是谁啊 谁也不是谁啊 你跟我玩绕口令是吧 不是 我没有跟你玩绕口令 我跟你玩绕口令干什么呀 你不告诉我自己看 你也不告诉我自己 今晚七点不见不散 艺品咖啡馆 这什么地方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另结心欢了 这是你们的暗号是不是 没没没 没 没有 我 我 你去那儿干吗 我没去啊 怎么不说了 做贼心虚是不是 我做什么贼心 我恨你恨你恨你 我的天 小本伴 你让我解释一下行不行啊 你怎么解释 不然我也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不信吗 小本伴 你必须得信我 你知道吗 你必须得信我 我真的不知道 没准这条短信 它就是诈骗短信啊 我不信 哎呀 不是那 不是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去赴约 不 不是 你几个意思啊 你刚才说我令结新欢 你还让我去赴约 我的意思是 我跟你一起去 不是 所以我去赴约 我觉得我来 我去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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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没有人来找我嘛 所以那条短信 它就是一条诈骗短信 这下你一定要相信我 相信我嘛 讨厌 相信我嘛 你相信不相信 相信不相信 你相信我 好了 好了 相信你 相信你 我就跟你说了 那条短信 它就是一条诈骗短信 答应一下 请问是贺小姐和包先生吗 对啊 这是有人指定 送来的热香猫咖啡 请慢用 热香猫咖啡 这一杯就好几百块啊 而且这是最最最顶级的咖啡 谁那么土豪 送我们这种咖啡啊 我不清楚 请慢用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你好 打扰一下 这 请慢用 这不会是 约你的那个神秘人物送的吧 大概是吧 到底是谁呢 送这么贵的东西 又不现身搞什么鬼名堂 好 我今天非得让他现身不可 这是您的发票 这是您买的包包 谢谢光临 欢 欢迎下次再来 你们服务还真是周到啊 我一定会再来的 走好 再见啊 走好 喂 舅舅 看不出来你很会做生意啊 那当然了 醒醒是我的得力助手 走 好 我跟你爸商量过了 我们同意你跟红莹交往 儿子 你就回家一趟吧 好 哎呀 你到底来不来啊 到底来不来啊 来来来来 小本本 你到底想喝水 还想吃纸巾 不是想用纸巾啊 我是说 约你的那个神秘人物 他到底来不来吗 这我哪知道啊 我的天 不行啊 天下没有白送的点心 这万一下毒怎么办 可是我好饿 我好饿呀 等得好烦 我不要等了 小本本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那个神秘的人是谁吗 可是我好饿呀 我真的好饿呀 再等等吧 不行咱们就 快 让我咬头 舒服 包先生 贺小姐 这什么 陈老师 你们的车子 已在咖啡厅外 欢迎下次再来 天哪 天哪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那么贵重的礼物 怎么会有人 送咱们这么贵重的礼物 到底想干吗这是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富二代 像红英那样 你爸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你 为了弥补这些年 对你欠缺的父爱 所以 不可能 我告诉你 我爸就是我货真价实的爸爸 我跟你说 我俩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长什么样 我爸就长什么样 你看见我就看见我爸了 你知道吗 那是为什么 谁会送我们那么贵重的礼物啊 是啊 谁呢 想不想上车试试 徐总 无论于公于私 我们都没什么交情 现在突然送这份礼物 好像不太合适吧 请您收回去吧 交情呢 是可以培养的 你们替我做事 既有交情又有功劳 一辆车算什么呢 那你想让我们帮你什么呢 替我好好地上班 什么意思啊 做我的眼线 监视白湖的一举一动 老师 替我收到昹 在晚上 保留 肆 肆 那 肆 肆 肆 儿子 喝杯红茶暖暖味 妈 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您会突然答应我跟红莺在一起 事情绝对不可能那么简单的 什么不那么简单啊 你在想什么 我是跟你爸商量过后 我们真的觉得 你跟红莺的事 也该做个了结了 加上你上回 对我们说的那些话 还有态度 让我们真的冷静下来 好好思考 才决定在这件事上 要有所改变 好 我暂时相信你们是真心悔改 交换条件呢 什么交换条件 这天底下做父母的 有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啊 我呢 不过是跟你爸爸希望 你能够回来 帮助家里经营 宝顶服装设计公司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答应回来帮忙 您就不反对我跟红莺的事情了 我还有什么资格可以反对呢 儿子啊 妈妈本来就不想干涉你的感情啊 我给你爸爸两个 为你筹划了二十多年 结果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我耗不起第二个二十年了 现在啊 只希望活得平平安安的就好 妈 我让您对我实话实说 真的像您说的那么简单吗 我是你妈呀 当然就这么简单了 好 我答应您 我只希望您别再骗我 好 喂 仲林 什么 你在楼下 好 我现在马上下去 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想你啊 你开心吗 当然开心了 那我告诉你一件更开心的事情 什么事情 我妈她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真的 真是太好了 我说过 我一定可以想办法说服她的 现在正凭阿姨同意了 我得让我爸也快点同意才行 对了 你妈妈怎么会突然同意了呢 因为她有一个限定条件 我回来了 事情办怎么样了 我办事你放心 一切都已经搞定了 以后啊 白虎企业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们眼皮底下 我的眼线都已经安排好了 仲林怎么样了 没问题 你宝贝儿子啊 答应回来帮我们 那太好了 有紫万世族 还有一个贤内助 朕希望我们宝鼎能够早点做大 好让白玉天看看你的能耐 也能证明我穆正平 从来就没有选择错过 萍萍啊 我跟你说 按照我们这个计划走下去啊 我们一定可以一举击垮白玉天 白虎啊 迟早会回到我们的手里 这白虎企业 我们谋划了二十几年 其实那白玉天说抢就能抢的 想起来啊 还跟他领过政 恶心 走 要你去他们公司帮忙 怎么 你不愿意吗 你不想我去他们公司帮他们 原来是这个条件啊 我还以为要买房 要买车 全球多蜜月什么的 真是虚惊一场 我刚还没说完呢 他们除了要我 去他们公司帮忙之外呢 他们希望我现在 带你过去见他们 丑媳妇要见公婆了 其实我最近看我妈的样子 也挺难过的 以前她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不用愁的阔太太 现在成立了公司 她什么事情都得亲力亲为 我觉得她最近瞬间老了好几岁 后来她一直向我求情 请我原谅她跟我道歉 我觉得她这次是真心地忏悔的 好几岁 竹林 你放心吧 以后我们一起 好好地孝敬爸妈 好了 你这个小媳妇做好心理 准备去见他们没有安 我们走吧 不准走 奇怪 咱们儿子不是去找白红英了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可能在堵车吧 再等等 来 红英 你过来 爸 红英 我曾经跟你说过 不要跟徐仲林在一起 你为什么就不听啊 进去 爸 给我进去 叔叔 徐仲林 爸 我曾经警告过你 离我女儿远一点 有没有 叔叔 我问你有没有 好 那就是你明知故犯了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爸 别冲动 我跟你回去还不行吗 你别拉着我 爸 我今天非打他不可 爸 众林 你先回去吧 爸 我跟你回去 众林 你先回去吧 你看什么看 进去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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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这么野蛮啊 众林她根本就不是 你想的那样 红英 你不要再说了 我刚刚提醒过你 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 但你呢 你现在还跟徐仲林纠缠在一起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被公司的股东 董事们发现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说 你想着法子 要变卖公司的机密 让爸这张老脸往哪儿磕 爸 今天众林来 是带来好消息的 他说郑平阿姨已经答应了 愿意放下长剑 接纳我跟众林的感情 这正好是两家 握手言和的契机啊 你自己听听 你还说徐仲林好 红英啊 他就是用这招来骗你的 他先顺着你的心意 然后 在你最没防备的时候 在你背后反咬你一口 这才是他的目的啊 爸 你不了解仲林 他不是这种人 不是这种人 那他什么人 红英 我现在正重地告诉你 以后不允许你再跟他来往 从现在这一刻起 你们俩就算分手 我不答应 爸 仲林为了我这么努力 不管什么难关阻碍 他都一一克服 现在就连他爸妈也被说服了 如果我不坚持下去 那太对不起我们之间的感情了 爸 我是不会跟仲林分手的 徐仲林 在我们白家生活了二十几年 你爷爷 一直把他当作亲生骨肉 来培养和照顾